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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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朋友果斑的吳于晋 我今天要讲的故事是热情的螃蟹 螃蟹小花喜欢交朋友 不管看到谁 小花都赶紧伸出大熬 想和大家握握手 可是大家只要看到小花一走近 就会赶紧躲开 只是小花来了 只是快跑了 看到大家都跑开 小花心底下 会不会是我握手握得不够用力 大家觉得我不够热情呢 小花决定再热情一点 这天小花看到小鲫鱼 在找东西吃 赶紧跑到小鲫鱼身边 展开大熬 用力夹住小鲫鱼的旗 高兴的说 嗨你好啊你好啊 啊 没想到小鲫鱼 尖叫一声甩开小花 西游游游走了 唉 小花叹了一口气 她走啊走 看到虾子走过 都飞快地冲过去 伸出双臂 用力夹住虾子的脚 高兴的说 嗨你好啊 好痛喔 哇 蝦子的眼泪都喷出来了 用力推开小花 眼弹带跳地逃走 小花哭了 她想 为什么 大家都不理我 救命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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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啊救命啊 你是谁在家救命 小花转头一看 啊 几只鱼啊 被鱼网住了 怎么办 怎么办 大家记得游来游去 别看我来了 小花冲向前 伸出蛋昂 剪剪剪 把鱼网剪破 救出大家 网子破了 快跑啊 快点 快点 谢谢你小花 谢谢啊 大家一个小花 谢谢 却都离他远远的 小花忍不住问 你们是不是讨厌我 大家你看我 我看你 瞎子说 每次你都用大昂 把我们夹了好痛 所以我们以为 你是故意的 而原来如此 中指 小花 会会会大昂 绕琴呢 刚才有打招呼 我也再勉强的 想跟他握手了 谢谢大家 我的故事讲